十定吉祥物淡定2是以十定二语岛为发响 为了拍摄活动宣传影片 首度在镜头前曝光了 十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结合可爱的淡定2和在地店家的特色 设计了图案标示 希望能够让游客一看见淡定2就会想到十定 在十定区公所与十定观光发展协会的合作下 今年在淡兰一文馆一楼设置的十定达人所 作为地方观光推展的重要据点 同时也以鳄鱼岛为发响 设计了可爱吉祥物 经过了线上票选之后 这支超萌吉祥物正式命名为淡定2 日前现身一起拍摄活动宣传影片 模样相当可爱 我们是透过网路的票选 就是取名然后取名票选之后 再从最高票的三个名称里面选出来 然后继续再做网路的投票 最后选出这个名字叫淡定2 淡定2它其实代表的是淡南古道 跟十定的结合 这个鳄鱼岛是我们十定 既然是一个著名的景点 我们这个十定达人所跟我们曲公所 在国发会的这个地方创计划 有去做了一个所谓的十定达人所 也就为我们地方的这个旅游 还有服务去做这样一个活动 以超级可爱的淡定2行销十定观光 就是希望大家来到十定游玩时 可以加深印象 十定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林淑芳表示 现在已经结合了三十间的店家 制作一系列的识别标志 让来到十定的游客 一看见图案标示 就知道来到了十定 可爱的淡定2一出现成功吸引目光 成为行销十定的最大利器 林淑芳指出 现在除了将各个店家的特色 与淡定2结合之外 未来在地方观光推展和活动举办时 淡定2都会是重要的角色 希望大家看到淡定2就想到十定 让每个人对于十定的印象 可以更加的深刻 记者杨邦友 张芳琦 十定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